在上週面對積分壓力 魔王選手們 不不祭出險招來力求高分 而累積三環河積分排名 長方型男依舊居於最後 貝爾則是衝破逆境 打敗紅人戰居第一 面對本週積分賽最後一戰 魔王們還能拿出什麼絕招 來應戰呢 常常看舞龍舞獅 然後都是在平面 我很少看到已經飛到天上去了 而且在飛的過程 他還有做沙塵 你幹嘛 火龍風舞 今天這次無懈可擊 你把這首歌的情境唱出來了 你今天確實唱到了 你以前都沒有唱過 你唱歌如果再唱得好 我就幫你出專輯 那樣大天候 刺激同一台啦 我現在的舞台 我自己擅長不願 你等我兒子 的歌子 想你 你愛等我 回來了 是有可能 武龍雙帥合體 竟讓評審直呼太榮幸了 何德何能 可以看到兩個小朋友做這樣的表演 真的太好了 歡迎節目前 劉函雄 雄雄 歡迎群組歡迎收看超級夢大人 是不是 今天呢 司長 這麼好正義 對 今天呢 要選出我們的第七名的選手 然後其他六位呢 可以晉級到我們的總決賽 也就是說 選出來的第七名要 暫時在第七名稍微坐一下 是嗎 可能就沒有辦法晉級到我們 總決賽裡面去表演 淘汰了 蔡佳麟 你們兩個是什麼東西 在那邊一直看NONO 首位登場的則是在上週 遭遭評審兼任指導老師 康康通罵的長方型男 面對積分排名最後的窘境 長方型男決定厚著臉皮 再次請求評審康康的一臂之力 來拯救他們 瞧剛剛面色凝終的模樣 似乎在構想一些相當酷炫的新玩法 是一個厚紙白 站在這裡表演 來到了夏威夷 不要玩 瞧咱們康哥守護主導的模樣 還為長方型男示範 如何加強他們的肢體呈現方式 到了彩排現場 哎呀見鬼啦 長方型男葫蘆裡到底賣了什麼藥呢 這次呢是跟影子達人合作 那我們這次是把影子給放大 直接用人體去排出物理的形狀 對 然後在布幕上面呈現這樣 那從剛剛彩排到現在 已經差不多一小時多了 就有些凸顯還在做調整 希望能夠有好的呈現 給觀眾 加油 阿康型男環遊世界 放暑假了 一起坐熱氣球環遊世界吧 第一站我們來到了夏威夷 繼續前兩站出發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热情奔放的非洲 南岐奔扬 南岐奔扬 第三站我们来到西班牙体验当地的斗牛 第一站我们来到日本体验当地的民俗风情 第二站我们来到南岐奔扬 第二站我们来到台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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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站我们来到台湾超美 Mr LEAN Mr LEAN Mr LEAN 覺得這一次的表演 大概要得到幾分 你們才會安全 之前的分數這樣看下來 這次大概要38分 才會在幾個邊緣 差不多 幾分 38分 我們這個只有到30分而已 要到38分 太多了吧 那這樣也不錯 對這一段表演我們很喜歡 盡力了 來 我們來聽一下老師怎麼說 辛龍 你們有那個表演的用心的這個 心意 但是你們沒有去發揮出來 就是我從頭到尾我就看到 那個節奏感很拖 然後沒有給我驚喜 也沒有給我感動 當然香蕉你盡力了 你一直在beatbox 一直在彈子上 你很認真的在做 你把你這個事情做足了 但是其他的部分 全部沒有配合到你的這個 節奏感 喜感 跟那個感動的程度 都沒有 然後 Cooper 你 你有一些動作 你要做 你要唱 你要講 你就要做足 像你剛好做日本 有藝技 那個動作 你就要把它做足 在台上有時候要瘋狂一點 要自在一點 才能感動到 觀眾 感動到評審 那個十分點才會提高 否則這樣 我覺得那個 整段節奏感太可惜 太鬆散 好的 那既然這樣呢 我們先來看分數好不好 好的 評審請給分 長方形男的分數是 六 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九分 十九分 這麼低 台哥給你兩 給三分 辛龍給兩分 台哥 你的原因是 我必須講一點 就是說這個 口齒的部分 還是要講得清楚一點 說你是開車的人 開車的人 你等於說是一個火車頭 火車頭要有這個power 要有這個力量 你不僅 說話沒有力量 也沒有吸引力 所以 這整個的演出來講 其實 這個 帶動節奏的人是你 但是你把這個節奏呢 可以說是弄糊了 很鬆 很散 節奏 不吸引我們 內容呢 也不吸引 所以 沒有辦法給我們一個 立即的感動 你們是有誠意在做這件事情 但是誠意完了以後 是不夠的 基本功還是得要練 說學 逗唱 帥壞 賣乖 你要是缺一 就沒有辦法 在諧星上面 這個行蕩裡面 能夠占有一席之地 謝謝長方秦南 謝謝 也謝謝所有老師 回家 謝謝 其實這次跟影子的表演啊 我們有把我們 就是會的東西結合起來 可是厚度感覺還是沒有那麼的厚 影子上的畫面有了 可是在我們呢 對 其實還要再多設計 愛額變身馬丹娜 哇 尼基卡 突破逆跡 深情演唱大獲好評 今天這一次 無懈可擊 你把這首歌的情境唱出來了 你今天確實唱到了 你以前都沒有唱過 你唱歌如果再唱得好 我就幫你出專輯 富王雙帥合體 竟讓評審直呼太榮幸了 何德何能可以看到 兩個小朋友做這樣的表演 真的太好了 帥白了 緊接著登場的 我們是來到了中古世界了嗎 貝兒啊 你怎麼會穿成這樣啊 還戴這頂Q摩頭咧 原來啊 貝兒這回接受了 辛龍老師的建議 準備挑戰 瑪丹娜這首Vogue 但除了歌藝要臉之外 複雜度過表的舞蹈 對貝兒而言 才是他即將面臨的巨大挑戰 瑪丹娜這首在90年代初期 發行的Vogue 不僅以當時相當前衛的 House曲風引領潮流外 舞蹈更是取材於 模特兒拍照時 所擺動的POSE 造就了這極為經典的 POKING舞步 究竟與以往大不相同的 表演方式 貝兒能突破自己的舞台風格 順利拿下高分嗎 貝兒變身馬丹娜 有猛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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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 請到中間來 對嘛 誰說她只能模仿黑人 對 而且今天那個舞蹈的風格也好不一樣 而且很用心的點上那個字 馬丹娜的字 對 有這個字通常都會紅 對 楊丞琳 楊丞琳 蔡琪 蔡琪 蔡琪也有 蔡琪也有 對 好 我們來聽一下老師怎麼說 佳穎老師 對 貝爾應該是第一次遇到這麼困難的舞蹈 對你來講 手部動作很多 對 妳的舞蹈動作很難嗎 對 對 對 因為滿明顯就是她其實一開始就一直有拉拍 然後動作錯過 一路到最後都有這個狀況 所以看得出來這一段舞對她來講應該是 相較於之前的扭腰擺臀是很困難的 那當然我覺得她最厲害的是她不動聲射的樣子 就是看起來很穩 可是 畢竟這是一個表演 所以 如果她有不完整的地方 我們還是會在這個地方斟酌來扣分 但是 我還是 欣賞你表演的時候的態度 從頭到尾很鎮定 對 OK 你忘了 動作 她現在也還是很鎮定 我可以動作 你可以動作 只是手 有點緊 沒關係 OK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point Let's go 好的 評審請給分 貝兒的分數是 2 5 7 9 11 13 14 16 17 18 20 21 21分 OK 21分 稍微偏低 中間 對 對 對 反正因為她很少挑戰這一類型的舞蹈 對 比較不一樣 反而不擅長 反而放不開 對 貝兒 你在錄音室的時候 一直表現很好 這一次的訓練 在錄音室裡面 你聽到你自己的聲音 很穩當 但是可惜就是 剛剛的舞蹈動作 有幾個錯誤的地方 可能太緊張了 但是你唱的是沒有問題的 可以繼續加油 OK 謝謝辛龍 好 OK OK 你的分數還是很高 對 沒有問題 但是你快哭了嗎 有點忘記 真的快哭了 對啊 因為她對她自己要求非常的高 對 我知道 對 沒有辦法 下次再加油 好不好 21分還不錯 謝謝貝兒 謝謝 開題 謝謝 謝謝 所以接下來 只要重視你 我們要開始做 決賽 來 決賽 好吧 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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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怕了嗎 快哭了 快哭了 我真的不太想念頭 我真的想說 這就是結果 我不喜歡 這很痛苦 因為我不喜歡很低級 因為我一直想 我的表演會很好 但是今天 我不知道 我忘了所有事情 我感到很開心 Pikita今天挑戰高難度 他和舞龍舞獅 然後都是在平面 我很少看到已經飛到天上去了 而且在飛的過程 他還有做沙塵 你幹嘛 記得 首先登場的兩組選手 長風型男以及貝兒 竟然都在這最關鍵的最後一陣 拿下了極低的分數啊 原意像是高分保證的貝兒 都吞下了史無前例的敗仗 面對如此低迷的比賽士氣 緊接著登場的Nikita 決定端出超強必殺技 籌調特技 籌調這項高難度特技 一般來說 都得練上十年 才能端上檯面 而Nikita 這次除了將大膽挑戰 自己的極限之外 還要挑戰金曲歌后 謝金燕這首 《月彎彎》 這不僅是謝金燕少見的 抒情主打歌曲外 真摯的歌聲更是讓謝金燕 一舉奪下金曲獎台語歌后的寶座 因此想唱好這首歌 除了台語發音外 歌詞中的意境 才是真正的困難所在 瞧Nikita 偷到忍不住感動的哭了 就知道有多難了吧 到底Nikita 能不能克服歌聲魔咒 讓自己的演出更上一層樓呢 Nikita今天挑戰高難度 讓自己的演出更上一層樓呢 Nikita payments 三月 三月 一尊一篇 無歲的 紅月 夢輕輕杯 思念加杯 想無無人杯 愛情情 因為 愛情味蕾 無算世來出賣 青春 無風也賣杯 燈雲山風水 月圓圓 春我沒有紅色湯好看 月圓圓 春我一個人在碗頭 雖然屁股都是空 青春比我笑不吻 月圓圓 就中暗 有我心意不透露 月圓圓 春我沒有紅色湯好看 月圓圓 春我一個人在碗頭 雖然屁股都是空 愛我明星光為我 月圓圓 郵圓月圓圓 月圓圓 郵圓圓圓 月圓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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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